網絡生活該怎麼突破自我 安利創辦人理查提威士 喜歡用一句話來勉勵年輕人 try or cry 不流汗就流淚 凡事都要勇敢嘗試 盯著電腦 準備手編資料 面對任何事情 總是全心投入的張玉珍 資深藝人北上參加事業年度會議 為了改變張玉珍不畏辛勞 因為過去的生活模式 讓她賠上健康 我是做了上天十年的業務工作 在那一年業績非常好 可是我卻最後住進了醫院十天 那我住在醫院的時候我就在想 我賺了這麼多的錢 可是如果我沒有生命可以花的話 那這樣子一切都沒有意義了 回想過去擁有百萬年薪 終於在那職場已經是一位 事業女強人 但站在生命的轉捩點 她選擇放下 一開始最要克服的事情就是眼光 因為畢竟我以前 已經做到了主管的位置 很多的朋友會說 你的頭腦怎麼了 你在想什麼 為什麼想要換跑道 可是我發現這份事業是可以累積的 那我只是透過分享 跟別人分享這份機會 然後讓更多的人一起來 勇敢跨出突破的第一步 張玉珍選擇歸零 重新經營生活方式和家庭關係 從內到外都放下身段 要遇見更好的自己 個性如果不好的話 可能會決定很多事情 我以前其實是一個 雖然看起來很會跟人要溝通 可是其實我耳朵是蓋起來 不太聽別人講話的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邊最大的改變是 你真的要願意放下自己 然後重新給自己重新開始的機會 而且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和夥伴談笑風聲 臉上總是掛著真誠的笑容 張玉珍打開耳朵 也打開心房 傾聽他人聲音 種種的改變 夥伴們都看在眼裡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需要的是舞台 而且還有很多的肯定 他讓我的感覺很像是 他是一個新人 然後完全的吸收 然後態度是非常的謙卑 就是他很願意為他自己的目標 跟夢想去做很多 他原本可能不會做 或者是他不敢做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 我最欣賞他的一點就是 他願意改變 把握每一個可以成長的機會 選擇放下 讓張玉珍重新改寫人生劇本 反而獲得炒戶預期的回饋 給自己一個不後悔的未來 阿里熊 黃燈陽靜 台北報導